狐鹰战斗机为何迟迟挂不上龙波透镜,一气节处理不当破坏隐身,大家都知道隐身技术厉害,可以从千军万马围堵中,轻松突围直取上将首级,堪称航空技术的开挂赵子龙,甚至被前学孙田老,称为战略武器隐身技术这么牛,究竟怎么来的真相很接地气被逼出来的? 真的俄罗斯人,逼了两次的结果萨姆导弹,一身形上西德,不知道送了多少敌机和飞行员上西天,第一次俄罗斯防空导弹,恒虐美国战斗机,俄制防空导弹,打美制战斗机如杀火机,逼得美国人低姿态坐人飞机,放弃中,高空飞行专门贴地草上飞,利用雷达的盲区穿插, 但是俄罗斯人,也准备了相当多的低空导弹和高炮,而且低空飞行难度大容易撞,第二次俄罗斯预警机,逼得美国常规部隐身战斗机轰炸机,没活路,美国在上世界70年代研发了多款空中预警机1213,对于低空飞行的战斗机,完全一览无疑,最终战斗机要生存常规的路子,已经山穷水尽, 防空导弹让飞机只能飞低空超低空预警机,占飞机低空,也不能飞了最终,美国人发现除了在敌人雷达屏幕上消失外,没有任何技术,可以让飞机继续保持高威设立,穿透敌人防空网,这就是隐身技术选名叫可探测性信号,缩减技术。 这个技术有个很理人化的特征,这就是要面面俱道而不是一白遮白丑,夜猫子F117,曾经发生过一个螺钉,没拧紧,露出来几毫米造成隐身失效,如何做一款真正的隐身飞机,这就和做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样,非常难。 全身上下所有身体器官不能有问题,跑跳投游泳都要可以,而且心理反应,要正常不能动不动就抽风大哭大笑等等,只要有一项不合格就彻底失败。 中国人看美国玩隐身飞机F117F22B2F35多年经过努力,也开发了歼20隐身战斗机,虽然西方媒体不断唱衰,歼20隐身效能压抑,不隐身,重复了一万遍。 最终歼20还是成功的通过了测试,在几十台中国最先进防空雷达和预警机的天罗地往下,仍然秒无踪迹,客户非常满意开始大批量生产,最近几个月,已经开展海上实战化训练。 在西方人压抑不隐身的诅咒攻势下,歼20不断前进,隐身性能非常好,歼20成功了证明了中国人彻底掌握了隐身技术。 而中国第二款隐身战斗机,沈阳FC-31胡鹰也紧锣密鼓地紧随其后,先后推出了两架试验机。 虽然从2012年胡鹰战斗机就进行首飞,仅仅比经20晚了一年,但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不管是胡鹰第一架还是第二架,从各种图上都找不到龙波透镜。 大家都知道,一个隐身飞机隐身效能,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平时训练飞行挂不挂透镜。 原因很简单隐身处理不好的飞机,自己就是一个透镜。 不需要再挂胡鹰战斗机第二架网络发布很多图片挂龙波透镜,实际上胡鹰战斗机一直没有挂过这充分说明了胡鹰战斗机。 其实不隐身不隐身的原因有很多,隐身有个全面原则,飞机任何一个部位出现了围禁设计,整个飞机的隐身效能就完全破坏殆尽,比如脚反射原因是,脚反射能使得飞机雷达反射界面成百上千倍的增加龙波透镜也是这种原理。 胡鹰第二架大部分口盖边缘都是倾斜平形的,符合隐身设计原则。 从胡鹰战斗机的细节来看,大部分都是按照隐身原则设计的,比如机身外形机翼平尾边缘,还有口盖接缝,基本都做成倾斜形形的样式。 但是某些细节也不过关,比如这么两处天线和机头表面垂直形成了明显的脚反射,破坏了隐身。 当然要说飞机不隐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胡鹰还没有拿到户口飞机机头,是空的没有安装雷达,也没有安装作战配套的全部电子设备。 一个正常的隐身战斗机,需要电子设备全套配齐了测试出来的结果才是准确的,才能上战场苏五十七飞机细节处理很差。 这么多整整齐齐的隔山,就是最佳较反射体。 隐身设计,就是不仅大的外形轮廓,需要隐身,而且任何一个系,节都要搞好差一点,都会破坏整个飞机的效果,所以很难很烧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